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社交媒體英文 OK,相信大家每天都會用到社交媒體 比如說常見的微信或微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社交媒體的英文是 Social Media Social是表示社交的或是社群的 Media是指媒體或是媒介 所以Social Media也就是社群媒體 那注意一下我們平時用的微博、微信 或是其他的一些社群媒體的一些平台 這個在英文中叫Social Media Platform 那麼在社交媒體上呢 你會去關注一些明星或是大V 注意一下這裡的話我們會用Follow這個詞 Follow是有表示跟蹤的意思 但其實這裡的意思是說 你會追蹤他的生活的足跡 去追蹤他的動態 所以你關注某個明星 我們用Follow這個詞 那如果說要取關的話 我們在前面加上 UN這個否定的前綴 也就是Unfollow 比如說 You can unfollow roles you don't like 你可以取關那些你不喜歡的人 OK,那這邊的話大家千萬不要取關我 因為我不是明星喔 好,那麼相對於關注者而言呢 我們是他們的粉絲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用Followers 也就是在Follow後面加上ER 變成他的這樣的一個名詞的形式 Follower也就是粉絲 那我們經常說互粉 這裡的話我們會用Mutual這個詞 Mutual是表示相互的 我們可以說Mutual followers 也就是相互關注的人 相互最終的人 或者你也可以說Mutual friends 也表示互粉的意思喔 那麼因為很多人的關注呢 所以會產生一些網紅 追一下網紅的英文你可以說 Online Influencer Inference是表示影響的意思 在後面加ER變成人 也就是只有影響力的人 你想想看關注人很多 他的影響力是不是在增大呢 那除了用這個表達之外呢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說 Internet Celebrity Internet是表示網絡的 Celebrity 是名人 也就是網絡上的名人 所以也就是網紅喔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如何操作社交媒體的 那首先的話你要去發布你的文章 視頻或者是照片 這裡的話我們用Post這個詞 Post是有表示郵遞的意思 那如果你Post一些東西 表示你把這個東西發到社交網站上 比如說 He posted a picture on WeChat 他在微信上PO了一張圖片 發了一張圖片 那發完圖片之後呢 肯定有人會幫你點讚對不對 所以點讚的英文是 LIKE 那也有的社交媒體上會有不喜歡 也就是 DISLIKE 大家千萬不要幫我按這個按鈕 OK 點完蛋之後呢 可能會有人幫你留言 留言的話 我們注意一下是 comment comment是表示評價或評論的意思 比如說 Why don't you comment 為什麼你不評價或是為什麼你不留言呢 那有的博主或是大V會跟你說 記得幫我點讚和留言 留言的話這裡我們可以用 Leave這個詞 Leave a comment 也就是留言的意思 那流完言之後呢 你可能會收到對方的回覆 回覆這裡我們用 reply 比如說 reply all your comments azam 我會盡快回覆你們的留言喔 那有的人呢 也會幫這個博主或是大V去分享他的這樣的一個文章或是視頻 這裡的話我們用 re post re表示再一次再一次 post 也就是分享 最簡單的話我們也可以說 share也就是分享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記得幫我分享喔 除了這些功能之外呢 那我們常用的還有 at這個大家應該比較熟了 就是為了引起某人的注意或是關注 我們會at到某個人 比如說 you can at me on 微博 你可以在微博上at我一下 還有一個符號大家注意一下 是這個警號 它跟tag有關係 tag是表示標籤的意思 給什麼什麼加上標籤 這裡的話我們會用hashtag 也就是會在這個警號裡面加上你的關鍵字 這樣的話更有助於對方明白你的話題 或者是你的視頻所要表達的內容 比如說 you should add hashtag before a training topic 你應該在熱門話題之前加上你的關鍵字喔 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社交媒體上會加很多的好友 加好友 注意一下我們可以用friend這個詞 friend他除了作為名詞表示朋友之外呢 他也可以作為動詞表示加某人好友 所以我們可以說 friend someone 比如說 I was so surprised that a lot of people friended me 我很正經很多人加了我好友 那如果說你要刪除某個好友 或是解除某個關係的話 這裡我們用unfriend someone un是表示否定 也就是跟某人沒有了朋友的這樣的一種關係 當你去關注到一些明星 或是關注到一些人之後呢 你可以給他去發私信 私信的話我們可以說private message 或者你可以說direct message 又或者你可以唸成direct message direct是表示直接的意思 也就是直接的簡訊 You can send direct messages to Rose who you follow 你可以給那些你關注的人直接發私信喔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微信朋友圈 WeChat Moments WeChat是表示微信 Moments是表示片刻 其實我們分享的都是一個瞬間 所以WeChat Moments是微信朋友圈 She shared a lot of pictures in her WeChat Moments 她在她的微信朋友圈 曬了很多張照片喔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 Leave a comment OK 記得留言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 hit like 點讚 and share 和轉發喔 英文小天使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訂閱的話我們可以用subscribe OK 我是Calvin 這裡是IT英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